这个刚才没路上好像 我就从路吧 Councilage 这个单词呢 我是没有见过 这实际上是一个服务台 它的意思是那个service 什么有一些酒店啊 有一些给人服务的地方啊 旅馆啊 它都在北美这边叫 Councilage Councilage 就像那个 Washroom一样的 刚才讲到了 Washroom是吧 它有些会叫Restroom 还有叫什么 叫什么room 哎呀 反正好多 一个功能吧 它有很多种单词 Livingroom 不是 不是叫Livingroom 刚才旁边的小朋友说 叫Washroom还有时候叫什么 那算了 你也不知道 他太小了 他还不到六岁 我照一照小朋友这个地方 这边的小朋友玩的地方 很开心啊 就是说 每个网里面 或者每一个区吧 都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地方 所以呢 这边的小朋友也是很享受的地方 大人倒是把他享受这种房间 想喝 我共有甚至大人也一起享受的就是 咱们 在加拿大 就跟了牛奶银 每个小朋友大概三到五百 每个月 还有托欧费三到五百 大概将近一千块钱 一个小朋友 就是说 这边是独立生育的 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愿意生 都是新移民 他愿意生 因为来了 干什么呢 就是来享受这儿福利来的 对吧 所以呢 这边 呃 所谓的一种白脸 他们是不愿意生 嗯 孩子 好 再给你照个大合相 这个这个小朋友 他会中文 他是来这里 三十年的父母 呃 生的 叫 杰斯汀 对吗 杰斯汀 你也给大家 say hi 打个招呼呗 好吗 然后我就把你的视频 发给咱们中国的同胞 好吗 杰斯汀 say hi 了吗 你长得那么漂亮 哎呀 他的妈妈才漂亮 呃 但是他妈妈一定 不会上镜了 因为他 呃 美女 呃 呃 不喜欢 呃 怎么说呢 呃 呃 随便上镜 他妈妈正好不在 我就敢说两句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呢 呃 我不能随便照 照别人 我只能这样 然后转个照 把这个东西国家来的移民啊 呃 都照一下 呃 刚才讲到了 呃 厕所文化 也讲到了小朋友 等一会儿呢 我还下一集吧 我还会讲那些老人 呃 在这儿的福利 其实老人福利 那个汤 讲了美国的 其实加拿大也是做美国的 是一样的 就是说 呃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一千五百家住鱼的人 如果是夫妻两年 每人就是一千二百 大概 换成算成美金呢 就是八九百 呃 美金 呃 呃 我可以 给中国的 嗯 介绍一下 这边的福利 嗯 希望大家多多 可以来生孩子 就可以拿到加拿大 回找 好像美国那边 已经 已经禁止了 呃 都可以来 生孩子 加拿大 这边还没进 所以 如果想生孩子呢 嗯 嗯 我发微信 我可以介绍信息 这边有月子中心 但是他们收费很贵 呃 我的微信是 我的名字 TJ王2003 微信 T for teacher J for Daniel Wang2003 这是微信 呃 我可以帮大家介绍 便宜点的生孩子吧 那这些家移民公司 他们不开心了 我没有有意要抢夺 移民公司的生意 我只是为了给同胞们 呃 介绍一下这边的生活环境啊 请是开移民公司的 不要骂我 哈 我不不 不想抢你们的生意 我是想多交朋友 或者 微信 T J Wang2003 嗯 这是我的微信号 可以加我啊 当然要通过验证了 你要骂我 我就不加 我就不加名啊 好吧 好 谢谢大家